KH101有另一個版本是KH102 有兩個版本 KH102是有核彈頭的情況 因為它本身的射程是3000公里 理論上如果它發射時 它完全不需要在Warrant 基本上在俄羅斯本土 甚至去到鋁海 說起鋁海,我想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其實俄羅斯在鋁海是有一支艦隊 這個艦隊是北方艦隊 波羅的海艦隊 黑海艦隊 和太平洋艦隊 和最後一個艦隊 這個艦隊的規模小很多 但是對俄羅斯來說 它也有其重要性 這個叫做Caspian Sea 我想大家可能會有少少好奇 覺得這個Caspian Sea 鋁海 為什麼會是一個叫做 沒有一個出口 內湖 有點像一個內湖 但大家不要小看 其實它在一個位置上 是有一條風道的 所以這個鋁海艦隊 其實是能夠透過一個 我們叫做Internal Waters 即是俄羅斯內部的水域系統 是能夠轉移的 是將它轉來轉去的 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系統 我給大家一張相片看看 你便知道俄羅斯的幾個艦隊 其實它是透過這個內湖 是能夠互相轉移的 包括你看到 這裏是科拉半島 這裏是一個北方艦隊的基地 理論上它們穿越這裏 就會有一條河讓它們離開 這裏有一個湖 走走走走走 它們有很多水閘 所以理論上它們最後走到這裏 然後中間內河一路這樣去的時候 又能夠來到鋁海 然後又能夠來到亞粗海 亞粗海出來了就黑海 你便可以看到 理論上它這裏還可以繼續通 可以通到太平洋那邊 沒辦法了 你知俄羅斯是一個復原廣闊的國家 這就是它們的內水或內湖系統 理論上它最深大概可以去到4米 或者多一點 當然如果這些很大的軍艦 就沒辦法通過 但如果小的是有機會 例如踩電潮頂 通過的機會應該是有的 當然如果你說核潛 就可能難一點 就是你去到一個這麼大 噸位的船就很難通過 小的噸位可能2-3千噸 可能機會比較高 所以在鋁海這邊 有個說法是如果黑海艦隊 有什麼意欲 真的無路可走的時候 就能夠透過這個內水系統 走過去鋁海 而鋁海又可以走過來黑海艦隊 所以當時我們在戰報 我記得我好像有提及 就是其實這個內湖系統 相通其實可以對不同地方的艦隊 做一個快速調配 不過肯定不是一個大型 大量的艦隊 可能是小量 這樣讓他們走 這算是帝國遺留下來的一個系統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的 不停地去做這些轟炸等等的情況 變成有很多居民 我想這兩天三天 其實他們都是在房東也好 地鐵站也好 即是他們都在那裡生活 他們又好像比較猶然自得 都在裡面 都真的比較習慣 雖然和平很脆弱 但他們都比較習慣 即是這種生活 如果你看到當地 可能他們都經常見到附近 有些熟悉的朋友 被飛彈擊中 家族等都不出奇 另外講到戰夫交換 戰夫交換 有三十三位 有三十二位 有三十三位 加上一位是遺體 可以作出一個交換 我們還未知道 他們的究竟會不會是 例如我們之前說 是馬里烏波爾阿速刑 還是怎樣 這個我們暫時還未知道 或者我們知道 就是這個交換工作 應該都會繼續 好 另外也看到烏克蘭國防部長 列芝尼科夫 他推特上有講到 關於這裏的防空系統 包括NASEMS 也有包括RST 似乎 現在已經抵達到烏克蘭 德國的RST 之前有某個說 可能是第一個系統的 某一架兩架車 來到的情況 美國那四個HIMAS 已經抵達了烏克蘭 即是說現在HIMAS 總共有20套 接下來又可以再分配 烏東 烏南地區繼續反擊 都是好事 我們都說 四套四套這樣送 其實現在有機會 又再次啟動了程序 即是現在四個 我相信可能在11月之前 會不會有機會又送了四個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戰力其實就增加了50% 我們會繼續觀察 德國現在第一個 應該很快就會抵達 在幾天前就說幾天內 所以其實不是今天都應該明天 如果不是明天 星期五都到達吧 即是想想星期一的襲擊 星期五到達 其實RST都已經是 不好意思 都在德國的世界來說 就算是比預期來得快 比我們來說 預期都是一般 又不算太快 又不算太慢 老實說 很多地方 例如美國 它比NASMS 就會快一點 我們會再看 好 另外 亦都關注俄羅斯的導彈 會繼續怎樣襲擊什麼地方 例如可能會襲擊一些 發電廠 以及會不會是核設施的發電廠 現在它曾經襲擊發電廠 包括文尼策 文尼策是一個相對中部城市 如果大家知道文尼策這個地方 之前也有試過受到襲擊 裡面那個是火力發電廠 所以就比較好一點 即是就不屬於核電廠的情況 相信它們都是要繼續 攻擊不同的電廠 不同的能源供應地區 這個我們會看到的事情 好 我們又說一下戰報 說哪個情況 好嗎